字幕 李宗盛 我要怎樣才能學好英文呢 到底要去哪裡學好英文呢 唉 該怎麼辦 唉呦 我跟你講啦 就是要去這家補習班 因為那邊的老師就很懂耶 真的嗎 可是補習班人很多耶 這樣子我還有壓力喔 唉呦 你不要聽他的啦 學英文幹嘛那麼麻煩 就要聽聽音樂廣播新聞就好啦 帥哥不會讓你英文學好的啦 可是那些新聞都好難喔 光是要插單字就覺得好累喔 唉呦 你不要聽他們的 你聽話 你先去買一套完整的書籍英文 我保證你英文會覺得非常厲害 我不覺得這樣 我不真的覺得喔 嗯 學英文幹嘛這麼累 我覺得出國是最好的辦法 出國你可以去度假啦 遊學啦 而且還可以天天練習說英文 對不對 唉呦 可是出國很貴耶 我又負不起 你很瞎耶 如果我們有那個命的話 人早就在國外了 還要聽你說喔 拜託 這樣喔 不然你有更好的意見嗎 你說出來聽到嗎 對啊 我到底要去哪裡學好英文啊 別再吵啦 這些問題其實很簡單 哥倫比亞美語這個月 帶來許多許多好玩的活動 來幫你解決這些惱人的問題 學好英文從發音開始 你有發音上的困擾嗎 沒有關係 現在啊 只要上Yahoo或Google搜尋發音 就有哥倫比亞的專業外籍顧問 幫你做一個一對一的發音指導 讓你簡單的開口說英文 說什麼 像什麼 開口說英文總是讓你挫折不斷嗎 沒有關係 這個月啊 哥倫比亞的當紅講師 Sergei又來了 Sergei這次呢 要教大家怎麼用五大法則 輕鬆的開口說英文 這一次辦在10月8號的晚上7點鐘 在中明branch 而且啊 來還會送你CD、DVD加隨身書的寫作光碟喔 還不來參加 等你喔 如果想要了解各國的文化 以及常常異國美食的話 哥倫比亞美語這一次大力支持 一年一度的爵士音樂節 讓你到現場有許多外籍顧問陪你 來了解一下異國文化 時間就在10月17號到10月25號 讓我們一起來享受 慵懶灑波的爵士氣氛吧 學英文啊 就是要了解它的文化 哥倫比亞美語一年一度 最受歡迎的萬聖節派對 就在10月30號 記得 記得穿著你最恐怖的裝扮 來參加喔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了解我們的活動資訊喔 像是收聽全國廣播 台中廣播 大千廣播 或是好事聯播網 當然 各大報紙都將不定時的 將最新最即時的資訊 告訴大家喔 還想要知道更多更詳細更新的資訊嗎 隨時可以上哥倫比亞美語的官網 或者是播 0800-03-2020 0800-03-2020 0800-03-2020 See you soon 我們下次見